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 我是李以涵 7月7號 《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法輪功翻牆軟件尋求聯邦資助 引發爭議》 這篇文章批評法輪功學員開發的翻牆軟件無界瀏覽 表示不贊同美國資助這個軟件 理由包括大概4點 一是 翻牆不能改變中國 中國人不會因為知道真相而反共 二是 TOR洋蔥路由器是很好的翻牆工具 三是 無界瀏覽不是開源的 四是 無界瀏覽的技術落後了 下面請看阿波羅新聞網針對以上批評的調查報告 阿波羅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翻牆能否改變中國 很多人都分析能 如果不能改變 中共也不會投聚資建牆 自由們和無界瀏覽都需要資金來提供翻牆的貸寬 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 據我所知 是海外法輪功學員無償地提供家中的貸寬做節點 這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而是法輪功學員18年的無償付出 收穫應該是很多人三退 就是退黨 退團 退隊 決裂中共 這一切正在改變中國和世界 阿波羅網的調查發現TOR洋蔥路由器是不是很好的翻牆工具 我們可以通過數據分析 TOR洋蔥路由器的翻牆使用量很少 而且不安全 這些年裡 中國大陸以及其他獨裁政權統治下的人民 廣泛使用無界瀏覽和動態網的自由門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指出 在奧巴馬政府對中共綏靖的情況下 美國聯邦的資助根本沒有用在刀刃上 不敢惹怒中共 很少資助法輪功學員已經開發的 效果捉住的軟體 反而資助開發不少新的翻牆工具 但是絕大多數都開發失敗 TOR洋蔥路由器還有安全問題 根據TOR洋蔥路由器官網使用的數據顯示 TOR洋蔥路由器的日使用量從來都沒有達到5000個用戶的穩定訪問量 而是徘徊在2000個用戶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美國政府從2012年起 資助開發了TOR洋蔥路由器翻牆軟體 然而通過TOR洋蔥路由器軟體在自己的網站數據顯示 自從2012年至今已有8年時間 其日均穩定使用量大概徘徊在2000左右 而使用自由門和無界瀏覽 翻牆訪問阿波羅網站的中國大陸用戶 每天在幾萬以上 遠遠高於TOR洋蔥路由器的大至2000的用戶 使用無界瀏覽訪問阿波羅網的 也是TOR洋蔥路由器用戶量的幾倍 這還不包括沒有訪問阿波羅網站的其他自由門和無界瀏覽用戶 阿波羅網通過調查發現 在中國很多異議人士甚至在大陸的臺灣明星 也在使用自由門和無界瀏覽 這些年來沒有發生這些人使用這兩款翻牆軟體 來發生被捕的事情 從這一點上看 也反映了這兩款軟體使用的廣泛性和安全性 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 2008年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上海15%的家庭使用自由門 無界瀏覽等突破網路封鎖 鄭恩寵說 據他瞭解 目前上海有1800萬人 50%的家庭有使用互聯網 而其中的30%的使用者有安裝自由門 無界等 這裡可以打破網路封鎖的軟體 每天可以到國外的網站 閱讀美國之音 自由亞洲電台等 海外網站的新聞訊息 起到出口轉內銷的作用 阿波羅網發現 自由亞洲電台採訪鄭恩寵的視頻 從YouTube消失了 林志穎除了是著名演員 歌手 賽車手之外 她的科技頭腦是一流的 她是臺灣網路協會的常務理事 上任時是這個協會最年輕的理事 2012年9月 林志穎在自己的微博 《夢想家林志穎》上傳了一張 今天美國股市大漲的電腦屏幕截圖 網友發現 她在使用自由門軟體翻牆 大家看看這個圖標 與自由門的圖標是一樣的 這個截圖是Windows7下的自由門7.32專業版的圖標 2010年 美國連線雜誌評價無界瀏覽為 網絡上最重要的言論自由軟體之一 讓專制國家民眾在人權危機時期得以訪問和共享訊息 阿波羅網在這次調查中還發現 美國之音2011年曾做了一個 您用什麼程序來繞過政府審查的問卷調查 在被選的 洋蔥路由 塞峰 無界 自由門 其他工具 5個選項中 自由門和無界兩款軟體 以72%和14%的投票率位列前兩位 這是作者林子旭在《美國之音的翻牆問卷說起》文章中介紹的情況 阿波羅網到美國之音截圖時發現 這個問卷調查的數據竟然消失了 自由門和無界瀏覽器問世以來 至今已經有18年了 沒有任何一個人因為使用這兩個軟體翻牆而被抓 而且中國大陸無數的法輪功學員 利用這兩個軟體翻牆訪問法輪功的官網民會網 這個是中共認為最敏感的 可以說是攔截最嚴厲的 但是直到目前沒有一位法輪功學員 是因為使用上述的翻牆軟體而被抓被捕的 否則中共一定會曝光出來打擊翻牆軟體的使用 因此 在明慧網搜索相關軟體信息結果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出軟體的使用程度 搜索自由門 獲得1626個結果 搜索無界 獲得1013個結果 而搜索TOR洋蔥路由器 只有107個結果 由此可見 法輪功學員在廣泛利用自由門和無界軟體 進行突破中共網路封鎖 與海外明慧網聯繫 2018年6月30日 大紀元發表的 《三退大潮 2018年綜合報告2》 包括大陸網民通過使用自由門和無界瀏覽破網三退的數據圖 通過數據曲線可以看出 每天使用2種破網軟體的總人數在5萬人次左右 即使在中共網路封鎖嚴的情況下 總訪問量也可以達到近3萬 通過圖中數據曲線 可以看到 每天通過動態網 自由門和無界訪問三退網站的用戶是非常大的 而在如此大的訪問量的前提下 依然能夠保證翻牆行為的安全 而反觀TOR洋蔥路由器軟體在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 除了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披露 一些TOR的節點是中共提供和控制之外 海外網站即刻入門的總編克里斯·霍夫曼 他撰寫了近10年的技術文章 並擔任個人電腦世界專欄作家2年 並為《紐約時報》撰稿 他寫了一篇文章 題為 TOR洋蔥路由器真的匿名可安全嗎? 介紹了TOR洋蔥路由器的安全問題 霍夫曼披露 數據離開TOR洋蔥路由器網絡的最後一個數據 既稱為出口中斷 如果您訪問使用加密連接HTTPS的網站 例如Gmail 這是可以的 雖然 出口路由器可以觀察到您訪問了Gmail 但是無法觀察到您的數據 如果訪問沒有使用HTTPS的網站 出口可以偷偷監視您的網絡活動 跟踪並獲取您訪問了什麼網站 監視您的網絡活動及您發送了的信息 霍夫曼說 你必須認識到 當您作為TOR洋蔥路由器網絡的出口路由器時 會比中轉路由器承擔更多的法律風險 就像很多政府運行出口中斷 並監視出口中斷 以調查犯罪 在專制國家懲罰政治維權人士 2007年 一位安全調查員通過運行 TOR洋蔥路由器網絡的出口中斷 竊取了100多個電子郵件帳號 因為這些用戶相信 TOR洋蔥路由器會保護他們的數據 而並沒有在電子郵件系統中使用加密鏈接 實際上 TOR洋蔥路由器的工作原理 確實無法保護這種情況 因此霍夫曼建議 使用TOR洋蔥路由器的時候 訪問敏感數據 一定要使用加密鏈接 HTTPS訪問 否則你的數據是可以被監控的 而不只是被中共當局 也包括某些對私人數據別有用心的人監控 文章最後提醒說 作為一個普通的用戶 在運行TOR洋蔥路由器的時候 如果操作不當 可能就會泄露個人IP 引發安全問題 記住 永遠不要運行出口歷程 對於《紐約時報》批評無界瀏覽器 使用了加密技術和非開源 有新聞顯示 這樣才能保證網民使用的安全性 2019年1月11日 英國BBC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 中國VPN用戶被罰 翻牆怎麼會違法 這篇新聞報導了一位網友使用VPN 而受到中共當局的處罰 報導說 2019年初 一份印有南雄市公安局公章的 行政處罰決定書在網路上傳播 這個文件顯示 朱某於2018年8月至12月期間 用自己的手機安裝翻牆軟件藍燈 連接到家中的寬帶網路翻牆上網 在被查處前一週內登陸487次 藍燈軟件是開源軟件 在安全性方面存在較大的問題 5G瀏覽器如果變成開源軟件 中共則會通過開源代碼進行分析 並加以攔截 對於使用者來說是巨大的安全性威脅 紐約時報批評無界瀏覽落後 但是從中國用戶使用無界 和自由門軟件的經驗來看 對於中共的封網不同的時間段 翻牆的難易程度也是不同的 根據致力於研討在中國大陸 如何使用翻牆軟件的天地形論壇上的網友反饋 自由門無界交互反封鎖破網 不同地區不同時段 自由門和無界翻牆速度和效果可能會不同 哪個好用就用哪個 某個軟件使用一段時間後 可能會出現失效情況 這個時候可以馬上使用另一個軟件翻牆 一般如果無界失效 自由門馬上可以翻牆 反之亦然 這兩個翻牆軟件是互補的 自由門和無界瀏覽的互補翻牆 可以說是最佳的翻牆搭配了 可以滿足不同時段不同地區的翻牆使用 阿波羅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如果有美國政府的資金支持 情況就會非常不同 會加速中共的倒臺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翻牆調查報導 各位朋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點讚訂閱並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及時收到我們的節目通知了 阿波羅網還開了一個爆料郵箱 地址是阿波羅BL at gmail.com 我是李雨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阿波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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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看